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藏江兩岸 埃勞山兩側 和紅河中下游延岸的山區 和半山區 老虎族它的圖騰就是葫蘆 它認為他們的祖先 就是從葫蘆裡變出來的 老虎族的特點就是 它特別喜歡吹爐聲 就是50年代還是60年代 有一個電影叫《爐聲念歌》 反映的就是老虎族地區的故事 就是因為大家都很熟悉那支歌了 噹嘞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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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到了這個老虎族的地方 不管到哪個村寨 就是他們一定會有 幾個吹葫蘆聲的人出來 給你做一些演奏 給你做一些演奏 葫蘆做成的爐聲 是拉虎族最喜愛的樂器 爐聲舞是拉虎族的傳統舞蹈 舞蹈動作都與聲纏緊密結合 有栽秧舞 歌鼓子舞 打鼓舞 豐收舞等 但是現在年輕人 現在變成一種特別奇怪的現象 就是所有的拉虎族年輕人 玩樂器都會彈吉他 你就很難想像這個地方的民族 為什麼會用西洋樂器來辦 而且主要是吉他 但是他們現在創造了很多 創造了很多適合用吉他 來伴奏的民族的歌曲 當他們彈吉他的時候 你就知道什麼是快樂老虎 你就從眼神裡看出 他們那種心底的感覺快樂 小reich在江山廣長 我是菫瓊的民族啊 participation真的是 都elyn蒼sk是新開車的 squeezing 開車的熱力 ��族可能充滿滿滿的 那彈吉他自己的 прик頌 各位語 sounded Nil這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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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